就現在了 9月份的電價審議 即將在這幾天要召開 今天大家都在問 如果等不到千億的補助 電費真的要上漲 而且13% 14%都有人喊 是真的嗎 卓奎期待民生電價 4月已經調過一次 10月不應該再調 這已經是先射箭再畫靶嗎 逼立法院千億補助 一毛都不准三 是這個意思嗎 那最後還不是全民買單 好 今天跟大家報紙的觀眾朋友 有一句話叫我電到七笑七笑 9月才知道7月8有痛苦 好不好 我早就知道了 因為觀眾朋友 我們根據電業法 每年的3月跟9月會開 電價審議會 經濟部開這個會之後 決定4月跟10月要不要漲電價 沒有看我們報新聞 你早就都了解 今年的3月開過以後 有沒有漲一波了 漲啊 那說一般民生用電漲得不多 所以其他工業用電比較多 所以大家沒感覺 但是 弄一個 弄上去就知道 7月8月你就知道了 因為夏季電量來了以後 大家會漲吹人去 那現在是9月 收到前兩個月7月8月電價 很多人都跳起來了 好啦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3月那時候通過說 要行政院補多少錢 觀眾朋友記不記得 1000億 是 補1000億的話呢 經濟部講說 那這樣基本上 我們今年台電就不會虧那麼多 台電虧多少 3800億 那虧了那麼多 那你補我1000億 那我有漲價嘛 所以你補我1000億 我再漲一點點 差不多差不多 今年不要再虧就好了 今年就傳過水污痕 青州與冠同山 往明年邁進 但等一下 稍等下 所有的新聞都是連結的 立法院現在是不是退回總預算了 對 那看起來 藍綠版要對狀對不對 是 那如果沒有過 你1100億在拚呢 補了沒有 沒補 還沒補 補了沒有 沒有啊 那還沒補的話 對不起 現在9月 這個禮拜吧 就這兩天還會再開第二次的店家審議會 一年兩次嘛 對 那10月 那看起來還沒有補 當時就講了 我今天講得很清楚 如果1100億到位 應該就不會漲 我那時候還跟大家講 我在我們節目中跟大家講過 1100億到位 我覺得還是會漲 還是會漲 不夠 何況不到位 所以剛剛居然哥在講的 我忙起來 我們的板子上給大家看 就是1300億 如果沒有到位 然後9月要開一下馬要開 大家注意看 應該就要漲到1300 這個是民生用電嗎 就是一般都會漲 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會漲 很簡單 因為現在目前 我們一度電是3.4塊 可是它的目標是一度電 要3.9塊 所以每一度電要多0.5塊 那等一下 你要回去看你們家的電費之外 後面有幾度電 你看你用幾度 一度要多0.5 你算成就知道你怎麼計劃 會痛喔 觀眾朋友清楚了 來 今年的7 8月過去了 今年有熱嗎 熱啊 今天很熱耶 有開冷氣嗎 開啊 開冷氣就要把它付出成本 9月的帳單一看到 蛤 夭壽 很多人家裡的電價 好 很簡單 很多人 像我一家五口的 都破萬 兩個人家才破萬 因為如果你冷氣有開 有好幾個房間 都會這樣 8000 5000 破萬很多 但是如果你開店 來 觀眾朋友 在南部一家燒烤店 他說夭壽 我的電費多少 581110塊 我現在真的假 前面5萬可不可以刪掉 只有8100 破581110塊 生氣嘛 對 因為開店的啊 那我賺那麼多 我就成本被咬掉 兩個月5萬多 將近6萬 所以一個月大概 快3萬的電費成本 所以如果我賺10萬的話 擴掉我就近賺變7萬 沒錯 所以他就會生氣嘛 但他寫了一句話 犯了網路上面挺綠網民的中路工 綠色是噁心的顏色啦 這位就假的 因為電沒有分顏色 但問題是他覺得民進黨執政 其實都會有關聯的 我知道為什麼生氣 因為第一個他用電量大 第二個他賬單的錢很多 第三個他就覺得說 那你民進黨不用核電啊 所以電價在漲啊 電價在漲啊 電價在漲我的負擔就重啊 所以我生氣 但他是開店 請問你家的電費是5、6萬嗎 應該不是 所以這個叫特例 好那回過頭來 我們看一般的民眾好不好 一般的民眾 台南的蘇信一家 這在高雄 這在台南 我跟我們都一樣 都是這個月接到賬單的故事 9月就是7、8月啊 你出來混的中秋要還啊 對不對 這個蘇信一家 他很聰明 他跟大家講 有對比就有感覺 去年的7、8月 他的電費是400多塊 因為他這個 真的太省了 我覺得他可能可以去做節目 他可能每天在那邊 都穿個吊嘎 不懂用電 一個月200多 一個月200多 加起來兩個月429 真的是很低啦 可是今年11月 對不起 去年11月的時候 他換了智慧電表 換了智慧電表以後 台電人就不用來抄表 對 他會按照你的用度 他會直接 來導播給大家看有沒有 智慧電表 智慧電表換完之後呢 邀請 古年7、8月 我才400多塊的電費 今年多少錢 徐陽哥你猜一下今年多少錢 8500塊 大概20倍啦 這個中間有誤會吧 當然 所以在上新聞嘛 大家就是採訪到底怎麼回事 等一下 我去年一樣7、8月400多 兩個月喔 對 今年7、8月兩個月8千多 就這位先生 我剛剛有看他的講法 他也很食品說 不然是怎麼樣 來觀眾朋友兩個問題 第一個 台電懷疑 台電懷疑 蘇先生去年的電表 換智慧電表之前 那今天就壞了 他跑得很慢 所以呢 少算你了 所以他去年少算 第二個 智慧電表換了以後呢 基本上今年4月不是有漲電價嗎 對 所以他的用電度超過了 所以他去年可能用的比今年還要少 所以就要8千5 那這個觀眾朋友要查 再來還有一個林口 林口不是之前世大運會有那個嗎 選手村 他現在很多人住裡面對不對 所以裡面就有這個 社宅一個月 他的房租真的非常低 觀眾朋友不要太羨慕 六千多塊而已 那我六千多塊的房租一個月 結果現在九月份電費也來對不對 多少錢 但是兩千六 兩千六的電費 但一個月六千 但兩千都是兩個月了 他也都不了 一樣是換了智慧電表 所以觀眾朋友問題來了 如果換了智慧電表 現在看起來普遍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電費有變多耶 所以智慧電表到底是怎樣 沒換沒事情 現在講完很多人都說不要換了對不對 還是要請台電出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 來觀眾朋友我要講一個最大的案子 這個是燒烤店 這個是蘇先生 這是林口社宅 那我們行政院長官邸 一樣是七八月 我都一樣的大家來比較 他也收到帳單了 好 那行政院長有沒有住在永康街底 那個金華街的官邸 有啊 他沒有住那裡 他沒住那裡 那誰住那裡 沒有人住那裡 就行政院長 他如果有時候要宴客 跟立委跟閣員 常規在那裡 所以一個禮拜就去個兩天 可能六日吧 那個很省電吧 你直接來看兩天 七月八月加起來 也就八個禮拜而已 對啊 電費多少錢 多少錢 十五萬 十五萬 這是鬼故事 兩萬多度的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電 對不起沒有到兩萬多 一萬九千多度 快兩萬度 這個一定有bug 所以黃國昌就叮了嘛 但你是不是在裡面偷挖比特幣啊 你電話在你後 電腦沒有關是不是 當然 行政院長自己嚇一跳 好觀眾朋友 我這樣講完有感覺對不對 有 一般民眾覺得變多 那自己想的 行政院長沒有住裡面 兩個月也 怎麼要十五萬 十五萬 因為他的度已經快到兩萬度了 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度 兩萬多 你是怎麼從 有人都幾度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行政院長今天很尷尬 在立法院這個門口受訪的時候 我們有住那裡的 一個禮拜只去兩天 家人也沒在裡面 我去查看看 是不是有漏電 所以電的問題 就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這些民生 連大官的用電都出來 那劉昌哥我們今天做個結論 明天再來談 可能會有答案 那行政院的院長官邸 金華街在這裡很大一個 你不在裡面的時候 冷氣是開著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如果沒關咧 就有可能啊 兩個月一直打下去 五人又要拆到十八度 好 其一 其二 裡面有沒有什麼電器是漏電的 你沒有注意 其三 你沒有住在行政院長官邸 韓國瑜也一樣啊 韓國瑜有個立法院長官邸 在總統官邸旁邊 他也不住在那裡 我不知道他對他也沒住那邊 所以他有時候去而已 那請問這個十五萬對不對 對 那其他呢 其他的五院院長官邸多少錢 我現在不知道啊 所以明天報紙就寫出來 是 再來總統官邸電費多少錢 總統官邸比這還大 對 所以十五萬是一個 大家不能接受的數字 那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老百姓看到店家長 他會喊苦 你行政院長的店家這麼高 用的是公堂 對 這些都應該要好好的來討論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剛剛從這兩年 再計算回來的智慧電表 他到底是不是會讓大家多收電費 這個台電也要跟所有的國人朋友 說個清楚 講個明白 今天晚上我們來看到 兩個男人 居然秀出了兩岸如此的 劍拔弩張 這幾天全台灣都在找這個大學新鮮人 現在國台辦正式 他涉入了炸團行騙 已經被抓起來 陸委會除了高度不滿 其實無忌可施 更別提要如何來營救他 另外一個男人 金馬獎的最佳男主角 吳康仁 傳出已經簽約中國的經濟公司 結果 粉專立刻遭到洗板痛罵 簡直就完全是林依成的翻版 除了大打任之作戰 死踩抗中排之外 兩岸我們真的無忌可施了嗎 郡大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現在兩岸的狀況真的非常緊張 沒有辦法 第一個 他沒有辦法互通 沒有辦法對話 很多事情都只能夠硬著來 我們看到有個新聞 叫做郭宇軒 一個大學生 這個我已經看了一陣子了 因為他的家人很急了 已經都上新聞講說 趕快 我們家的這個郭宇軒 弟弟跑去大陸以後 他沒去啊 連都不上 對 趕快記者會了之後 記者就問了以後他就回答了 有 這個人呢 他是詐騙 所以到了我們上海之後呢 我們就把他 逮起來以後 調查他為什麼參加詐騙集團 是 所以這個事情 好來我們先看陸委會 陸委會就立刻抗議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誰在跟你SOP換個顏色 打差誰理你 所以現在國裁辦跟這個陸委會 完全不通 海協會跟海協會完全不往來 所以人都被抓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沒解釋 去了一個月了 快一個月 827去競爭924 但是這段期間 他到底是去多久被抓的 他也不講 但是呢 他就很明確告訴你 這個人沒有被犯罪集團抓了 或者是出意外了 他是被逮了 他是被逮捕了 因為他在做詐騙 好那觀眾朋友 這個國裁辦講完這個事情以後 這一則一喜一則一憂憂 如果說你現在為什麼 被抓了會怎樣 被詐騙要辦多久 人是哇 這個叫疑喜 但憂了就是說 那怎麼辦 不知道關多久 不知道 我的兒子是被騙過去的 拜託趕快把他救回來 我完全理解媽媽的心情 但你兒子到底怎麼去的 我們基本上也不知道 那你說拜託趕快救回來 說實在 一句話目前辦不到 因為沒有辦法對話 不通 連抓了人他都不告訴你了 之後到底要判幾年 我們只能看央視 之後央視可能有報導對不對 台灣同胞對不對 郭宇軒這個社辦什麼幾年 他到時候再跟你講 第二個他姊姊也出來講話了 我覺得家屬也負責了 他姊姊其實知道 一講以後對上了他也知道 姊姊知道有不對勁 對因為姊姊當時要去的時候 問他說你到底去幹嘛 他就不講說我去一個 一兩個月就回來 結果IG跟他聯繫以後 他講說我之後 因為他去上海 觀眾朋友你看有沒有 他先前還有跟他回覆有沒有 我去安徽合肥 你注意看他寫這個訊息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用的是什麼 就IG有個模式 來大家網上看字很小 使用月後齊焚模式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現在年輕人很喜歡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傳了譬如說我就 巨像哥借五百 我寫完以後 過一下子以後就不見了 你後面要查不到 對但是他跟他姊姊講說 你為什麼用這個模式 過了一陣子以後 姊姊跟他講說 你怎麼都沒有聯絡了 又問他一次 你活著嗎 觀眾朋友出去看 所以姊姊很急有沒有 你活著嗎 如果看到可不可以家人發訊息 媽媽跟我都好擔心 對 結果他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再跟我聯絡了 你會害到我 你如果是去旅遊 做什麼震驚的事情 你幹嘛怕人家害到你 對啊 所以呢就是因為第一個 他用這個月後齊焚模式 不想留下證據 或許那邊的人 會查他手機 搞不好他被查扣了 他真的被扣住了 他還能回答 就你會害到我 表示那時候是能夠自由通訊 應該還是 但不能留下紀錄 他如果跟台灣講什麼 可能對外危險 所以他才跟他解釋 這樣會害到我 總之那大陸方面也已經講了 他就是設詐騙 那我們知道後續的狀況 至少人現在目前好好的 只是可能被關著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是郭宇軒的事件 好營救無能為力 是現在我們從郭宇軒事件 背後看到政府 現在處理兩岸的一個 僵在那裡 第二個男人 吳康仁 吳康仁是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影視的機會 為什麼所有的人 這麼多人跑去他的板 給他洗板 給他痛罵 我們喜歡吳康仁 好像才昨天的事情 怎麼今天他變成全民公敵了 好那剛剛那個郭宇軒 現在在講吳康仁 他們兩個共同點 就是腳長在自己的身上 要跑去對岸裡沒辦法 吳康仁昨天在送餐街上有出現 有這個網友拍一個照片 他搭了飛機去上海了 為什麼會出這個事情 來觀眾朋友 因為吳康仁前幾天有看他自己的網路直播 跟他的粉絲互動 聊天聊地 天然地別講一講以後 有提到說 那有沒有要去跟中國大陸那邊 有一些演出機會 因為他很會演戲 我們的影帝 對不對 結果他有承認說 有接觸中國 那到底去不去呢 他當時跟網友的回答是 順著感覺走 但是後來就傳出說 他跟中國大陸的一家一心娛樂 簽約了 即將去那邊當他們的專屬藝人 觀眾朋友 我簡單不用囉嗦太多了 這個藝人 有誰你知道嗎 台灣最知名的就趙又廷 是 所以趙又廷去大陸發展 就一心娛樂 那如果你一心娛樂的話 就形成趙又廷模式到大陸去演出 第二個 吳康仁在台灣是沒有任何經紀人的 可是他到大陸 如果是簽了經紀約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要去大陸演出工作了 對 那因為兩岸現在目前剛講 這麼的對立 吳康仁又是台灣台劇演的非常多 對不對 這個時候很多台灣的觀眾朋友講說 你要去賺人民幣 就會覺得很生氣 但我要跟大家講 吳康仁最近也在他的微博 常常發一些訊息 看起來其實他可能真的有意思要去 但還沒有發官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簽這經紀公司 要演什麼戲 但我們把這個事情拉回來 包含五月天 包含了我們的歌手 蕭敬騰 張惠妹 周杰倫 來觀眾朋友 我已經在我們報新聞講過很多次 這是我看法 演藝人員 他不是立法委員 不是公職人員 不是政務官 你要演藝人員 你喜歡就看 不喜歡就不看 就這麼簡單 他朝一個大的市場去發展 他想要讓他的演技 被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其實給予祝福 如果說他去了以後 有詆毀台灣的言論 你再來討厭他 他都還沒有 他只是專心演戲 不設政治的演藝圈 還是可以盡量的把政治給抽離 我覺得這樣子對他們來講 有好的表演空間 對他們比較公平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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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歷史 東歷史 中兩百萬 超好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